刺耳的巨大聲響嚇壞民眾 煙硝飄散巷弄 但這可還沒完 另一條巷弄也出現爆炸聲響 把畫面倒回爆炸前 一輛機車呼嘯而過 沒多久爆炸巨響 劃破寧靜的夜 還伴隨著紅色火光 囂張行徑還疑似觸動大樓警鈴 如果你晚上站在這邊的話 就會聽到一聲砰去 這是第一次發生 所以晚上回來沒有 平常沒有 我怎麼敢睡 對啊 不得了啊 有一個爆炸聲 有人都敲一槍聲嗎 就有一個什麼爆炸聲 今天就不要緊急 然後往下走 從禮拜一開始 新北市淡水各地陸續傳出爆炸聲響 光五天內大破巨響至少就有12件 從鄧公路開始再來是雪府路 21號更誇張 拾起案件 遍及淡水 而且都在晚上10點到凌晨之間 網路上居民竄起留言 莫名的爆炸聲 讓他們深夜不敢入睡 而且這聲音還大到不像炮聲 甚至有居民說 從熱炒店被砸後 似乎就沒平靜過 這是什麼東西 那他為筷子 就在鞋對面 過去一堆 是推銷九國的活動之間 警察有人推了 一群人衝進店裡囂張拔戶 拿著長棍亂砸一通 騷倒怪胎物品砸破玻璃 13號淡水桌間小吃店 遭人銷售酒不成 莫名雜電還放炮 警方才剛逮住這群囂張的嫌犯 這回又連續傳出爆炸聲響 民眾懷疑是同一批人所為 警方目前鎖定目標擴大偵辦 就是要讓淡水的居民 能夠安心睡上一覺 記者林俊峰梅凱丁新北市報導